这次运动会大家表现得很棒 虽然没有名次 但是大家都尽力了 同学们不要气馁 下次的活动再好好表现 给自己一个掌声 小文 要不是你跌倒掉棒 我们班早就第一名了 都是你害的 阿强 小文也不是故意要跌倒的 身为同学 大家要互相鼓励 不可以这么凶 我跟你们说 我们等等 把小文的东西藏起来 让他找不到 好啊 感觉很好玩 嘿嘿嘿 嘿嘿 阿强 你们不能这样欺负小文 老师说过这种恶作剧是不对的 哼 要你管 阿美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说出去 你就惨了 哼 接下来就 就怎么变这样 阿梅 怎么了 老师老师 阿强他们一直欺负小文 我是在看不下去 所以来跟老师报告 阿梅 你的做法是正确的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师这就去请学务处协助处理 你们三个为什么一直欺负小文 我们只是跟小文玩而已 而且他又没有说他不喜欢 对啊 只是好玩而已 虽说小文没有说出口 但欺负同学就是不对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些你自己认为好玩的事 很有可能会伤害到对方呢 比赛输了虽然可惜 但生气时 不该用暴力或破坏东西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阿强 今天换作是你 你希望被这样对待吗 你们欺负小文的行刑 可能会构成霸凌行为 为了警惕你们 老师会安排校园服务 如果再不好好反省 继续有欺负同学的事情 学校就会启动霸凌事件程序来处理 大家对不起 因为我让大家没办法拿第一名 我很抱歉 小文 没关系啦 我们carry你 下次再一起加油 这次就算了 我下次再教你跑了 下次我们一定得第一 谢谢大家 我会努力的 班上的同学都是一体的 同学之间应该要彼此尊重与包容 更要互相关心关怀 互相照顾 遭遇霸凌时 一定要勇敢说出来 你可以 向老师 家长及好朋友反映 写信给学校投诉信箱 在校园生活问卷中提出 拨打各县市防治校园霸凌专线 教育部防治校园霸凌专区留言 或拨打防治校园霸凌专线1953 我会尊重 关心 爱与关怀 自己和他人 所以 我拒绝霸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整행